吞吞臨平經紀 婦人沒有禮 why you can try go 不能沒有你 不能沒有你 黃如賢率共 不能沒有你 這個場景當中 這種官僚逼死人的場景 又再度的 活生生的出現在這一群 年長的勞工的身上 好 來 各位台北捷運站的朋友們 真的非常抱歉 我們要跟大家講 16年前 因為台灣面對非常多惡心官場的問題 所以勞工發動抗爭 政府在這些勞工的抗爭下 才有了後來 大家享受的失業給付 工資變長基金 可是政府當時為了解決問題 拿出一筆錢 結果現在政府不找二職官場的老闆拿錢 卻找這些勞工 一個一個要錢 聘了80個律師 花了你我的納稅錢 1600萬 聘了80個律師 來控告1500個工人 所以我們在這邊跟大家說 如果王如全諸委 老委會王如全諸委 不在8月10號之前 跟這些官場工人進行協商 我們將被迫在 老委會 我們將被迫在8月10號那一天 進行更大規模的行動 可能會影響台北市的大眾運輸系統 希望大家健量 希望大家多多體驗 因為我們這些工人 可能當時拿了七十萬八十萬 現在政府跟我們要一百多萬 可是我們就算把錢還了政府 那當時老闆欠我們的錢 又要跟誰去拿 好這個是我們非常擔心的問題 我是東陵志祭會的成員之一 今天是難得而且很坎坷的父親節 大家都有高高興興的慶祝父親節 我今天呢 其實要出來抗議 因為當年老委會已經承認 不再吹討這筆錢 有兩屆的官員都這麼說 現在十五年後就跟我們推吵 不知什麼意思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社會太不公平了 什麼是勞工委員會 根本就是資方委員會 跟資方站在一起 來欺負 打壓勞工 黃主權主委呢 到今天第48天 那根本沒有出面跟這些 被追討的這些勞工們 來對話 面對面 以前以退休金 或者是以資遣會的名義呢 給他們的這一筆錢 現在呢 連本帶利的藥 還讓他們必須在精神上 飽受折磨 黃主權這次動用了 一千六百萬的所謂的 歷屍費 來告這些勞工 那我們政府呢 經常在叫說沒有錢 那這個稅收短促 但是呢 在花這種錢上面呢 卻非常捨得花 不想一個解決方法 反而變成應用司法 這樣的一個資源 來逼迫每一個勞工 必須要去返還 當年一種政策解決方案的 也就是說他除了 把過去的這種政策呢 的一個解決方案作為推翻以外呢 也用一種新的方式 來凝裂我們這些 年紀已經這麼大的老工人 這個是我們88歲的趙伯伯 今天他父親節又出來 又再次出來 那他先前以前在连福是水電工對不對 我是電工 電工 然後做到 大家想說做到65歲退休 對不對 可是他做超過65歲 還是繼續做 結果最後還是 老闆還是沒給他錢 當年他拿了42萬 現在老友會 違約金每年算20% 利息算3% 加起來23% 這樣子叫他要怎麼樣過生活 那老委會到底講應該是為勞工 來謀取福利的 今天你沒有幫他們爭取到 資險費退休金 你現在把他來告他們 他說他之後 真的活不下去就乾脆自殺算了 這是我們今天 88歲的伯伯八八姐 老委會這樣子對他 在勞告勞工 在勞告勞工 黃主委快告 黃主委快告 黃主委快告勞工 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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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 onun 警察實施強暴脅迫 副大內政 警察實施強暴脅迫 黑年 aromatic 我要看 Cul�지 我要對警察實施強暴脅迫 creepy 제 Young 帶走 帶進去 塞進去 塞進去 為什麼不能過馬路 為什麼不能上天橋 為什麼 你告訴我 請你們不要率領群眾 占據道路 天橋為什麼不能通過 天橋為什麼不能通過 請你們先開回應 你先在城市現場 我現在 請你們不要再率領群眾 占據道路 那個警察把我們整個天橋 用防禦公司封起來 警察完全是反應過度 那我們現在這邊 把兩個爸爸到這邊來好不好 左右各一個 我們讓你們一個計程 就是一個簡單的文化行動 一個文化的簡單的 表達的文化訴求 可是被警察 反應過度變成這樣衝突 實在是沒有必要 為什麼今天這個事情會開始 勞委會說是監察院 糾正他們不追討勞工的錢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要來 要來抗議的部分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不是 只是來抗議的 第二個 我們今天也不是來 叫監察院來影響司法程序的 因為剛才監察院的人 一直出來跟我們說 法院的部分他們不能管 誰要你管法院 我們要你管的事情是 為什麼一個勞委會主委 請來八十個律師 來告一千五百個工人 每個工人 每一個律師拿了八萬 平均拿了八萬多塊錢 處理八個案子 這個是我們要來追 要來研究的部分 我們今天不是來 叫監察院來管 什麼司法程序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談這件事情 第二個 今天早上 華榮是不是有 快一百個工人 來到了勞委會門口 他們被欠了之前 非和退休金 老委會跟他們說什麼 已經幫你們談到事成了 結果咧 告工人 原本帶利的來告 好 連利息都不放過 只要你的保人死掉了 連保人的親朋好友都會收到 有的保人 連鄰居都收到了支付命令 這是一個什麼樣荒謬的政府 好 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你們的老闆 當時是不是都有寫信給老委會說 寫信給老委會說 我願意負擔這筆錢 不要跟工人 對不對 你們知道老委會說什麼嗎 老委會說 因為這些老闆 不可信任 所以我錢不會跟他們要 我要跟工人要 工人比較可靠 為什麼工人可靠 因為工人不會跑掉 對不對 翁大明 華榮的翁大明 可以跑到馬來西亞去 工人就在台灣 你的子女就在台灣 你的親朋好友 就在台灣 你的繼承人就在台灣 你們就等著收支付命令 這個是不是監察院要管的事情 所以監察院從來不打老虎 只打小老百姓 我們今天是來抗議的 我們今天當然要來陳情 請他立刻來查查看 老委會為什麼要拿就業安定基金 來告工人 為什麼就業安定基金 到底有沒有讓本老 就業更安定 還是只是讓我們失業更多 欠債更多 還變成欠政府錢 要求到監察院 至少今天的執事監察委員 引監察委員 他同意說 盡快成立立案調查 我們逼到他至少說 盡快成立立案調查 然後他會找 他說他會找第二屆 也就是 他現在是第四屆的立委 監委 他說找第二屆 因為當年我們官場抗爭的時候 有委員調查過 所以他會找他來一起調查 然後 我們也問他說 現在老委會跟 老委會對委員 都講說是監察院審計部 在對我們這裏上 為什麼栽贈太高 所以才向我們討債 但今天的執事監委說 照他印象 他的第四屆 97年起當監察委員 照他印象 沒有這種調查案 但是他會再去了解 也就是說 很可能 老委會是 拿監察院審計部 拿擋劍牌 來跟我們討債 這是他自己用配線行政責任 然後把小子推在 然後把監察院跟審計部 配在前面當擋劍牌 好